大事发生时我存在 有华人地方就有我 但是吴小丽 口径电视台不久 就成为华市重点力捧主播新兴 被视为李彦球接班人 但他却选择离开家乡 转战人生地不熟的香港 加入才刚起播的卫星电视 吴小丽的选择引起业界一片哗然 坦塌白白放弃大好前程 有大新闻的地方 他的身影绝无缺席 吴小丽的认真拼近 让他成为第一位纵横在两岸三地的电视传媒人 当年吴小丽不一样的视野 造就他现在的成就 遇上曾是名歌手的周炳君百般追求 费尽心思录制爱的CD 让吴小丽感动点头牵手一辈子 在异地遇见了幸福 有了宝贝女儿的出生 更是圆满了她的人生 虽然工作依然忙碌 但女儿老公在哪 哪里就是家 即使身间多种身份 不变的是 那一声招牌微笑 吸力提问 这是吴小丽的经典形象 继续用她最独到的观点 看世界 有一个女人曾经说 如果这世界上有大事发生 只要有华人在 应该就有我在 这么豪气的一句话 到底是谁说呢 她在很年轻的时候 1988年就考进了老三台的华士 但在93年的时候 她跟各位观众说 我是吴小丽 我们后会有期 从此以后 她就走到了香港 从此以后 她也真的就是 有大事在 有华人在 只有有我在 她就是吴小丽小姐 大家好 大家好 人家说 世界上前50名的女性 新闻人有影响力的之中 有一个就是吴小丽 我们真为你骄傲耶 谢谢小丽姐 小丽那个时候说话的时候 有很多人 像燕秋啦 或者其他她的同事们 可能很替你担心 但是觉得你这个小孩 有点不知 不知天高地厚 既然要闯就让你闯一下 对 这个时候你妈妈就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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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妈妈勇气比我大 她觉得一个小时飞回来 很快啊 我又看得到你 那时候在Star TV的时候 因为他们家女孩太多 对 其实也无所谓啦 小丽身在一个 家中有六个女孩 对不对 你是第... 我是老五 加我妈七仙女 你爸辛苦了 我爸 我过来觉得很幸福啊 她是女生宿舍的射间 是不是 不是 像小宝玉一样的 对不对 没有 她很英气的 她很英雄那样的 不過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吴小丽从小就有点像男孩一样 93年一个人置身到香港 其实在那个时候 有线台应该都是在 掌牙的时候 对不对 其实还没有耶 台湾TVBS还没有了 我93年是7月份去的 6月30号我最后一次播花式新闻 然后9月份TVBS才开台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有线台会变成什么样的 对 可是到了96年的时候 她就跟着凤凰一起开台了 对 好可怕 可是现在她已经是凤凰资讯台的副台长 哇 其实我想有13亿的观众朋友 都知道吴小丽 小丽当然因为我们在华士的时候 那个时候她真是一个 天不怕 地不怕 穿得高跟鞋 人又很高 咚咚咚咚咚... 而且任何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她一坐到主播台上 她就开始微笑 对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 新闻部您在那个综艺部嘛 然后您是大姐 大 我怎么知道老是大姐大 您就真是大姐大 然后我们当时为了要 因为刚毕业嘛 其实那时候妳好小啊 对啊 很小 然后就要装得自己很干练 因为出去不能丢华士新闻 这个麦克风的脸 就把头发要剪短 因为当时副理说 一定要跟燕秋姐 那样子头部会 对 你在做外景的时候 才不会遮到脸 你... 天啊 原来要比现在年纪大一点 对 那时候你二十吧 二十多 刚刚辅大毕业 对 刚辅大毕业 就是当时年纪小 所以要把自己弄得 老一点 对不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妈帮我买衣服 完全照着你妈的样子 對不對 你想 那时候華社新闻部 大概有五六百人考 才娶一两个 对不对 对 你这衣服 OK的 我妈会看的喔 我妈会看的 OK... 在那个时候看起来 是非常干练的一个 新闻主播 超年龄的 超年龄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要访问政党新闻啊 什么新闻 其实人家还是把你当作一个 很成熟的新闻人在看待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很情怀 我真的就可以在部门前坐一天 你要跟我说话 你要跟我一条新闻 好可怕喔 好可憐啊 好可怕 它是真的就是等一天的新闻 那个时候 不像现在你网上查一查 或者是什么地方去查一查 新闻就有了 那个时候真的是要 一步一脚印地爬出来了 對不對 而且就是 一定要鍥而不舍地去追 我常常那时候常会想说 我要唱一首歌叫做 你要我吃吃的等 你唱的是我最后一天等到你 不過小莉其實後來做了很多年的 時事直通車對不對 那個節目 然後呢 其實在草創時機 就帶了幾個人啊 就反正什麼都是從零開始嘛 到後來呢 小莉看時事 小莉看天... 看世界 看世界 反正大家都跟著小莉在看一切 那今天我手上拿的這本書呢 是小莉訪問了 應該算是這二十年來 卓越的華人企業家 妳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 其實卓越的人 他其實跟... 他的本質上是跟普通人一樣 他們都是會摔跤的 也會害怕 也會害怕 他們也會做錯事 但是唯一他跟普通人不一樣 他們是摔倒了 學習的錯誤 反省了然後又再往前 對 而且不怕疼 因為有時候我們其實摔多了 就怕疼了就不要去試了 不要去試 其實他們也怕疼 但是覺得說如果我疼了 我就不去試 我就永遠達不到那個目標 所以會比較努力的去願意去 承認自己錯了或失敗了 然後我重新來 在妳這本書裡頭 妳有很多不同我們的視野 因為妳看得多 妳知道得多 然後再去訪問他們本人 在前面再做功課 然後真的到他們走進這個舞台上來 再跟妳講話 侃侃而談 而且他們都跟妳好親近喔 好像 因為也不陌生 就好像所有的人看到妳就說 小燕姐 就覺得說在電視上常常看到妳 對 好像都跟我滿熟的 是不是 就這個意思 就這個意思 也不曉得該... 只有有點容易 妳怎麼... 我說 這也... 可是妳誰啊 可是那時候我心裡都覺得 他們真的好像就把我當隔壁... 鄰居 鄰居 而且就是覺得 常常在妳家就會出現了嘛 對 我們不敲門就在電視機出現 然後就在人家家裡頭出現 有時候還到臥房出現呢 對 我通常都在臥房出現 而且很多人 最甜美的一句話就是說 我也喜歡這句話 我也喜歡這句話 我說還好講的是比電視上好看 如果講的是妳本人怎麼 那就糟糕了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 我覺得小燕姐 因為妳做的東西 大家會有品質的保證 像您自己本身 我覺得已經成為一個品牌 不論妳做任何節目 他們衝著的 我們衝著的 就是因為小燕姐這個品牌 我覺得我相信妳會 對自己這個品牌 比對我們這張採訪還要珍重 對 我覺得媒體人就有這個毛病 都有這個毛病 就會覺得是 我真的要把它當回事 我很當回事 我很當回事 對 就是鮮花或者送一些暗示 但是好像是不為所動 這個就是想辦法弄了這個 把它做成對不對 做出來 然後暗示 好像還是沒有效果 我一定要平反一下這件事情 一個姑娘跟你拍拖 這麼多年 你不動失色 碰到後來呢 你想想都六七年了 然後我媽都在問說 她是小燕姐 像您自己本身 我覺得已經成為一個品牌 不論妳做任何節目 他們衝著的 我們衝著的 就是因為小燕姐這個品牌 我覺得我相信妳 會對自己這個品牌 比對我們這張採訪還要珍重 對 對 我覺得媒體人就有這個毛病 都有這個毛病 就會覺得是 我真的要把它當回事 我很當回事 對 其實今天我們還問了一些朋友 其實大家對小燕來講 其實 因為燕秋在美國 所以我也請了兩位 來談談他們心目中的妳好不好 好 來 我們聽聽看 燕姐在我們系上 當然是一個戲花 長得非常地漂亮 所以呢 不只是學長 好多學長都追她 而且呢 在戲外 有非常多的男生呢 就苦苦地追求 連我們班的同學 都有人非常斗膽地 忍不住去追這個學姐 台灣如果發現 發生一些比較重大的事件的時候 她都會去爭取一些採訪的機會 回到台灣來 不管是在事件當中的訪問 或者是說呢 訪問一些台灣的 這個重要的政治人物 那她都希望從她所了解到的 從台灣出生能夠掌握到的台灣觀點 去呈現這些新聞的面貌 讓香港還有大陸的觀眾朋友看 那我覺得小莉 在那一天我跟她的訪談 談她的書 談她的一些想法 這都是工作上的表現 跟工作上的心得 但另一方面 聊到了她的家人 聊到了她的家庭 你覺得這種幸福感 是不用說 就易於言表的 剛開始在三家的這個電視台 開始嘗試工作採訪的時候呢 我就注意到小莉了 為什麼小莉她會放棄她大好的工作機會 要到香港這樣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去冒險 更何況那個時候 鳳凰衛視看起來好像 她的聲勢跟老三太是完全沒有辦法比的 這麼多年過後呢 她以主播的身份 又回到台北來採訪市長 那我已經在台北市政府工作了 那我看到的吳小莉 在工作上仍然是那麼的專業 但是私底下她還是那個非常可愛親切的大女孩 她非常要求完美的 所以我相信跟她一起工作 她的夥伴一定學習到很多 但是大概也不會太好過 今天我們應該鏡頭轉向鳳凰台 跟小莉工作的 我覺得那個自我要求很高啦 然後這樣周圍的人可能也比較辛苦 但是我看到一些人講說 其實妳不是一個很囉嗦的主管啦 妳是一個很快速的主管 對 我下的決斷比較快 快 是不是 而且不囉嗦 就是啪啪啪就去做 該怎麼就去怎麼 對 而且她到了香港93年就是一個人 我還記得97年的時候 妳在轉播那個回歸的情形 60小時喔 我有香港朋友說 她說真厲害啊 那個小妹 小什麼 她啊 我看著她一直笑咪咪在抱抱抱 我睡覺了 半夜醒來看她還在抱抱抱 我起來掉進去上面 她還在抱抱抱 而且60小時 對 而且沒有稿子 對 即時的 因為沒有辦法 就是寫稿的人沒有辦法知道 這60小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會知道某個階段 會有什麼樣子的安排 但是稿子寫不完 60個小時寫多少落啊 也記不到 其實就是現場主 所以那60小時 也讓大家奠定說小莉 口塞了 我覺得那是一種經驗 也是一個舞台 我覺得作為電視工作者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經驗 我現在很難想像 還有什麼60小時的事情 有在911的時候 我們直接又直播了36個小時 36個小時 但是因為那時候 就不需要我們一個人去撐著 就可以輪番上陣 那60小時 我覺得也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其實在那個時候 小莉大概香港無人不知 慢慢到了大陸以後 也更多人更多人知道 所以大家突然覺得 她結婚了 嫁人了 是個什麼樣的男人 可以讓吳小莉點頭 妳知道嗎 她不是說不想給你嫁 我說誰 嫁給誰 我說是那個她嗎 她們說對 她們在台灣就認識嗎 不認識 不認識 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她不知道妳 妳不知道她 對 因為她出國唸書的時候 我才剛剛出來工作 然後我小時候又沒有 太多她的記憶 太多她的記憶對不對 完全兩個人不知道 然後兩個人又各自回到了香港 在香港工作 在一個 應該算是人家請客當中認識的 對不對 那這位先生很厲害喔 小莉我也知道 也有滿多人追 但是有點覺得 這個女生怎麼駕馭 她一定是這個 很厲害的新聞人 但是我沒有想到 我們這位周先生 這麼有毅力的 追了妳幾年 我記得當時我說 而且我非常低調 在沒有結婚前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一直到結婚大家才知道 而且 周先生求婚三次 我覺得不是一個卓越者 應該失敗以後就不敢正 她應該也是一個卓越的求婚者 對不對 可能那時候我就奠定了她 成功的基礎 成功的基礎 好 如果 我覺得在今天 真的很高興也能看到她 因為我跟她 在節目上訪問過她 好 那個時候她還是在學生 正大的學生 在那個時候 校圓明哥非常流行的時候 她跟楊海薇一起唱歌 她是屬於 玲瓏璇 丁曉雯的同一個年代的 但是妳不知道她那個時候對不對 我不知道 對 今天讓我們以熱烈的早上 來歡迎周炳君先生 周先生 周先生 周太太 是 很少人叫妳周太太吧 我自己很自覺 因為在香港就叫做什麼周吳 周吳小麗之類的 應該是這樣叫 但沒有人這樣叫 應該叫周台 周台 周台 求婚三次喔 是的 這個不容易 不容易喔 挑戰 挑戰 是 所以呢 妳覺得我應該給她一點折磨的話 妳看 這樣說話 這樣說 對 第一次是在半島酒店 鑽劍拿出來 然後吳小麗小姐說 我想想看 這個時候妳心裡是什麼感覺 好吧 繼續 繼續努力 對 叫 第二次她是從哪裡 下飛機對不對 對 後來 其實表達的方式很多 就是鮮花或者送一些暗示啊 但是好像是不為所動 我後來最後最後 你看 對…你看這個就是 那個時候Photoshop PS還不是很流行 想辦法… 把它做成對不對 做出來 然後暗示 然後 好像還是沒有效果 還是不行喔 妳第二次拒絕人家 妳不怕把人家嚇跑 小燕姐 我一定要平反一下這件事情 真的 妳… 妳想想看 一個姑娘跟你拍拖 廣東話叫拍拖嘛 拍拖 這麼多年 妳不動聲色 弄到後來呢 你想想都六七年了 然後我媽媽都在問說 她是啥意思啊 她是什麼意思啊 六七年妳都… 但是我聽說她是每天都接妳上下班的耶 對啊 她怕別人接我啊 接個六七年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嘛 對…我們同事呢 不知道她是誰 但是有看到一個人 開著寶馬車來接我 但是二手寶馬 二手寶馬 然後那個叫做寶馬王子 她同時叫寶馬王 寶馬王子 也不知道她是誰就對了 妳就接了六七年 那妳那個時候 為什麼不趕快表達呢 我們那個時代的教育都是比較 就是含蓄的 然後教起來也比較 讓喔… 妳講上別人嗎 所以我很害怕就是講得太直白 萬一她拒絕了之後 我可能沒有勇氣再回去 所以就一直一直暗示… 妳說妳還能夠被暗示 就理解她在幹嘛嗎 好像有點難耶 有點難 是不是 她第二次拒絕以後 妳第三次是用妳的最拿手的嗎 就是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送戒指啊 送花啊 這些表達方式 好像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 既然是要追求自己心中的就是說 追屬最愛 應該就把看看生命中 還有什麼元素可以掏出來 後來想來想去 因為我1989年就離開台灣去念書了 所以在學生時代的一些活動啊 記憶啊或者是才能 就把它封鎖在時間膠囊裡面 好像是該時候把它拿出來 其實妳那時候89年 唱完校園民歌以後 妳就出去念書了 然後回香港工作 就做金融界的工作 就再也沒唱過歌了對不對 對 就是上班族嘛 然後就幾乎就沒有再唱歌了 楊海威其實現在是名的編劇家 寫了很多檔非常有名的戲 在那個時候他們是... 你們有談戀愛嗎 沒有...我們是... 不是在挑撥那一天嗎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 是... 寧龍璇跟丁曉雯 我們也是把它弄成一對 那我們知道那絕對不是一對嘛 但是呢 周炳君跟楊海威 也是...都是合唱啊 他們都是唱... 男女對唱 小燕姐接不下去了吧 好 當然影響我們家庭修圖 對 我只是講話 你不要太多問了 沒問題 對 那個時候 我和海威其實就是大學裡面的同學 我們都在讀政大 也是合唱團裡面的同學 就政大合唱團 然後大學程的時候 就有創作歌謠大賽 然後我就寫了一首歌去比賽 去比賽的時候 就同學們大家起哄說 我們就組個團上去唱 那女生就是海威的聲音很好 我就說海威 你就跟我去唱 然後其他同學做和聲 我們就這樣上去了 結果沒想到得了名 然後得了名了之後 大概這種男女對唱的組合 在那個時候比較不多 就是校園出來的 我說你這形象就繼續下去吧 所以在大學三四年期間 我們兩個就是基本上 如果說有一些演出 就是以男女對唱的形象出去 我想請問小莉 如果那個時候 你在福大 他在政大 他那個樣追你 看不上他 你不覺得他現在比較好看嗎 那時候真是一個文青啊 那時候太弱小了 太弱小了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 我覺得現在比較男人氣 當時是很清純的 小莉曾經講過 她說 你不要看我這樣大個 我心中是很窮搖的 我一直希望能嫁了一個 高大的帥哥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了周先生 我有說得這麼直白嗎 七年以後我就認了這樣講好不好 周秉均 胡小莉 異地相遇 瞬間拉近彼此距離 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記憶 雖然我不知道她大學的那一段 因為我也沒有借著第一支舞 來認識男朋友 就他們不是第一支舞 對 那第一支舞 我告訴你 那第一支舞造就了很多隊 雖然藍軒說有很多人追我 但是我還是非常的 進不起來 挑剔 挑剔 第一個我覺得現在比較男人氣 當時是很清純 小莉曾經講過 她說 妳不要看我這樣大個 我心中是很窮搖的 我一直希望能嫁了一個高大的帥哥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了周先生 我沒有說得這麼直白嗎 七年以後我就認了這樣講好不好 人家追了七年耶 我其實我說句實話 小燕姐她為了上妳的節目呢 她其實還是有一點 像回到過去的感覺 我第一次看她這樣 就是這樣子打扮自己 真的 她平常你想要她是那個 金融界的人士 我是上班族 西裝 筆挺 然後呢 一板一眼的 現在這個樣子 我覺得就回到她大學時候 所以今天頭髮還抓一抓 今天頭髮抓一抓 衣服還全新買的 我怎麼都不抓 我平常也不能穿這樣上班 妳知道她們真的是很可愛的一群 妳曉得在唱民歌 然後其實都是大學生啊 所以其實她這幾年 回顧她的過程的時候 好幾次大家聚會唱歌 我都帶著女兒回來看的 妳都回來看嗎 我帶著女兒 而且叫女兒上去獻花 從五歲開始獻 現在十一歲了不肯獻了 因為害羞 害羞了 對 當時就我們兩個就牽著手 帶到女兒一定要去獻花 我覺得要讓她看看爸爸年輕的時候 有怎麼樣的 其實我覺得秉均妳也膽子很大 妳敢取小力 對不對 是的 不過我覺得你們兩個人 還是要歸功於成長的環境 是在台灣 對不對 我有很多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記憶 雖然我不知道她大學的那一段 因為我也沒有借著第一支舞 來認識男朋友 對 她們不是第一支舞 對 那第一支舞 我告訴妳 那第一支舞造就了很多隊啊 是 所以我也 她也很信心 我沒有因為這樣造就了一隊嘛 然後雖然藍軒說有很多人追我 但是我還是非常的... 挑剔... 挑剔... 我實在很想聽一下第一支舞 小燕姐 我後來她為了這次 她再上去看一看第一支舞 到底現在還有沒有人受到重視 就發覺現在的小朋友結婚也在唱 也在唱啊 因為第一支舞 真的是她們認識的 我們製作人也在點頭 你有唱過嗎 寫下的時候 來... 好 謝謝 謝謝 帶著笑容給走向我 做個搖晴的動作 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直覺雙腳在發抖 音樂陣又讓人婆娑 我卻直覺臉兒紅頭 隨著不斷加快的心跳 踩著沒有節奏的節奏 武器勇氣的下頭 卻又不敢對你說 曾經見過的女孩中 你是最美的一個 要是就能這樣挽著你一首 從現在開始到最後一首 只要不嫌我五分鐘 你是唯一的選擇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歌 又簡單可是好... 形容得好好喔 而且旋律很容易讓人家記得 對 你看 而且你不要嫌我 如果不無這個笨拙 你是我看到最美的女孩 你看到小莉真這樣覺得嗎 這首歌不是我寫的 不是 我是說 你看到小莉的時候 有這樣感覺嗎 有... 她放你挖個線你讓她跳 我沒有挖你線 對... 你看到小莉的時候 你沒有被她的光芒震住嗎 其實有... 因為說實在就是 我很欣賞有才華的女孩 對 那小莉的才華 因為她在傳媒界 所以這個才華 很容易讓人家感受到 那所以因此 她的霸氣也感受到 是的 仍舊現在還在感受 還在感受著 對 然後...所以說因此呢 就是說 你說會不會受她吸引 其實剛剛見到的時候 就受到吸引 可是會很含蓄嘛 哪敢這麼直接就直白的就上 而且已經在社會了 沒有機會有第一支舞的機會 也不是在校園 也不是在校園 沒有這個銀心無會 沒有辦法 那那個時候你追她都... 就是接送嗎 其實一開始的話 因為既然是專業人士嘛 那我們一定會找一些共同話題 我做金融 對 我做金融 金融要問一下記者啦 她因為... 就是世面見得多 我們偶爾交流一下經驗 對 我來那個吐槽一下 好 她是這樣子 比如說故意去買了 比如說Kenny G的演唱會的 不是 就是那個Saxphone的這個演出 然後突然跟我講說 我剛好有兩張票 妳有沒有興趣去聽 剛好耶 剛好耶 那我萬一剛好沒時間呢 那妳就剛好沒關係 對 沒關係 其實她很用心喔 對 但是動作太滿了 動作 其實一直有動作啦 就是 對 所以我就讓她等一等這樣 等三次 妳也是走險期耶 同伴男人第二次 沒有就算了 小燕姐 我們對自己 還有一點點信心 不過我在想啊 其實 比如妳 妳也算是一個很大氣的老公 因為有很多人 覺得我居然娶了妳 我希望妳是我的小莉 但是妳 還是讓小莉 在她自己喜歡的工作上 我覺得這一點 妳很棒 因為有很多男人都很 要私信 我就希望 可是小莉也很棒耶 她也說 我想生個孩子 對不對 對 當初因為 既然是因為喜歡她的才華 欣賞她的才華 而追求她 所以她想要繼續 把她的才華發揮 我當然支持 而且 工作中的女人最美 她確實是很支持 因為我真的飛得很多 因為我... 比如說我看到妳 現在在主持什麼 一下到一個大的典禮了 一下到哪裡了 而且我覺得小莉 這幾年我要特別說一下 我覺得 其實媒體人是要有責任的 其實妳越... 就像公眾人物一樣 大家對妳越信任 妳覺得應該對這社會 多做一點事情 所以小莉在這幾年 其實她對很多的公益活動 都親力親為 我覺得這是... 因為已經這麼多工作了 還有老公 還有小孩 還要去照顧一些各種活動 我覺得這個 來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不是光訪外 特別有厲害的人啊 或者是這個高官 或者是企業界 我覺得妳在這個方面 做得真的很棒 我覺得都是看前輩 像在香港 在台灣 像小燕姐 我們常常在一些場合碰到 從05年南亞海嘯開始 大家覺得可以共同 可能南亞海嘯那些受難者 我們不是很熟悉 可能有部分的我們熟悉的人 是去度假的時候遭難了 但大部分的人 我們不是很熟悉 但是兩岸三地的這些 活動我們都應該... 我們都會去 為南亞海嘯的這些人 去幫忙他們 之後 當然我們很不想看到 各種的災難 天災人火 但之後只要有這種東西 一方有難 各方都出來 要不然妳就回... 妳就回台灣來 要不然妳就到香港來 參加來汶川地震啊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是前輩帶的力量 因為有你們在號召 老婆婚後平出差 三人行哪裡都是家 既然生活型態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是有一個優質的時間在一起 出差的地方剛好有週末 我能夠配合我就過去 我們在那邊在一起 就可以相處了 然後現在有了女兒 女兒可以開始跟著出差 我們家裡有一句話就是說 只要我們家裡三個人在哪裡 家就在哪裡 對 兩岸三地的這些 朋友們我們都會去 為南亞海嘯的這些人去幫忙他們 之後 當然我們很不想看到各種的災難 天災人火 但之後只要有這種東西 一方有難 各方都出來 妳就回台灣來 要不然妳就到香港來 我就到香港來 參加來汶川地震 所以我覺得 這都是前輩帶的力量 因為有你們在號召 我一直覺得其實 秉俊我想 她應該很多時候都是出差的對不對 是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生活 其實香港那個城市 就是很多專業人士都必須這樣子 就是她的工作實際的一些業務 你應該有一個箱子 是不用理的對不對 我有好幾個箱子 你看她 我突然發現你的表情是很特殊 她就有好幾個箱子 你受不了了嗎 也得受啊 對 對 有的箱子是去北京的 有的箱子是去哪裡 大中小 大中小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幾天 這樣子 對 所以家裡有個人幹電視的就夠了 一個夠了 一個夠了 不過我真的覺得 這種日子其實是很辛苦的 是 非常辛苦的 因為妳知道就是要飛 而且要到那裡 然後又全新的 不是像固定的節目對不對 而且妳可能三天裡面 妳就換了兩個城市 然後妳就 今天到了一個酒店的號碼 第二天會換了一個號碼 我們完全走錯了 是不是 就是妳完全不知道 自己的房間號碼是幾號 但我覺得北京妳很好 有的時候 如果妳的時間可以的話 妳有的時候就會去看看 對 因為現在就是說 既然生活型態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爭取 湊時間 要Quality Time 就是有一個優質的時間在一起 那如果說她譬如說出差的地方 剛好有週末 那我能夠配合我就過去 我們在那邊在一起就可以相處 然後現在有的女兒 女兒可以開始跟著出差的話 那偶爾我會把她帶過去 那我們家裡有一句話就是說 只要我們家裡三個人在哪裡 家就在哪裡 對 這一點我要讚美她 就是她婚前婚後是一致的 其實她婚前也是這樣 因為有一次我記得在... 婚前妳就要飛來飛去啊對不對 是 那我覺得婚後 她是不是就不會來看我啦 但是她還是會 像婚前我記得有一次 因為我要出門一個月 當時是千禧年 99年要跨到2000年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車隊 我在四川 陝西 一直要走到北京天安門長城 一個月的時間 在那裡過年 她實在忍不住了 然後她就來車隊 她怕妳掉了 有可能 很可能 我怕她忘了 忘了回來對不對 然後問題是 她從來沒有曝光過 誰知道她是誰 為什麼突然車隊裡出來 一個陌生男人 後來有一個人挺身而出 因為我們車隊裡頭 還有一位叫余秋玉老師 我想妳可能也很熟悉 余秋玉老師就很... 很義氣地說 這是我兄弟 她來看我的 她幫我Cover 反正呢 她覺得呢 秉均還欠她一個蜜月旅行 然後呢 小孩現在也11歲 沒多久18歲 她可能就要自己出去念書了 對不對 妳們兩個就預備 要到世界各地去玩玩喔 她當時是這樣子騙我的 好 到現在 她...她有喔 她有陪妳 去北京看誰訪問啊 對不對 她有 她是這樣子的 她說 可能很多人現在愛妳 但我會愛妳到老 這句話很甜蜜吧 非常甜蜜 真的 要更重要的是她說 我們以後 我說退休了怎麼辦 退休我們半年在這裡住住 半年到那裡住住 我覺得這個生活挺好的喔 對 我覺得她這裡頭有一些話 是真的很重要 我們不只要學習人家成功 我們更要學習人家的失敗的地方 更要學習人家 在錯誤中怎麼樣站起來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很多人 我覺得很多人現在都沒有辦法 承擔失敗或者是錯誤 就是因為很寶貝嘛 小的時候都很寶貝 挫折感都不太能夠 挫折忍耐力比較不夠 我也是這樣子希望最重要的 訓練我們家女兒 很多人問我說 女兒要給她什麼特質 我說沒有 她懂得面對生命 懂得挫折來的時候 怎麼樣去面對她 戀愛失敗的說什麼 對不對 這都要學習啊 對不對 被人家拒絕兩次以後 怎麼再求婚 怎麼再做第三次 對 怎麼再做第三次 既然認定了嘛 就繼續爬 對 對 妳第三次是唱了一首歌嗎 妳這麼容易就搞定了 我後來發覺台灣女孩 或者說女孩吧 太容易被騙了 一首歌就能被騙到 所以專家也好 花也好 還不如一個浪漫的歌 你說 這麼太容易了吧 我平常也不唱歌啦 對不對 所以說這是 我說我把我自己的時間膠囊 重新打開 把我年輕生命當中 我自己覺得比較美好的一面 那首歌是你自己寫的嗎 那首歌不是 所以我又回去想說 怎麼樣可以感動它 其實在學生時代 我覺得唱歌 教我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就是如何用抒發感情 然後把真實的感情表達 然後後來就趕快找老搭檔 找玲瓏璇 她說 妳唱這首吧 這我寫的 原來玲瓏璇 是 幕後軍師啊 祕密武器都在她裡面 難怪她自己兒子那麼大了 所以她們是在親訪團的時候就 就... 截下年齡 是不是 有點厲害 然後我後來現在發現了 就是周千恩她其實是一種 悶騷型的人 也就是說呢 也就是說她其實 內心可能很澎湃 但是她說不出來 但是她唱 她可以唱 錫音璇是 不是我的幕後軍師啊 幕後軍師啊 祕密武器都在她裡面 對啊 難怪她自己兒子那麼大了 所以她們是在親訪團的時候就 就... 截下年齡 是不是 有點厲害 然後我後來現在發現了 就是周千恩她其實是一種 也就是說呢 也就是說她其實 內心可能很澎湃 但是她說不出來 對啊 唱得妳說得好聽 對 沒有人愛妳像我一樣 是的 龍璇寫的歌 我不只現在愛妳 我愛妳到了 好 我再試試看唱一段 我多麼希望 在妳眼裡看到 喊到 喊到一絲絲的一臉就好 也許是搶求 也許還是飄渺 從現在開始 想讓妳明瞭 妳所有一切 從今後對我很重要 對妳的愛妳可知道 對妳的愛妳可知道 我已改變妳可知道 再多的幽默 也抵不過妳一笑 也不成年妳可知道 妳可知道 越寫越深 可知道 再沒有一個人 愛妳像我一樣 妳一樣 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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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首說對 其實 我覺得人的一生當中 很重要是選擇 在88年妳選擇到華視 重新一個新聞工作 93年妳選擇到香港 96年妳在鳳凰 2000年嫁給周先生 2003年 有了女兒 有了女兒 這都是選擇 對 妳要不要告訴我們 一次做怎麼樣做這些選擇 在妳的心中 那把尺是放在哪裡 跟自己說 我要說Yes 我要去做 三次 不一定喔 Yes還是有一個原因 這麼多人追求妳 也許他更有錢 也許他長得更帥 但是妳選擇的周先生 對 妳說得對 這兩個都有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 當然我們知道妳這選擇是很對 但是那個時候 妳怎麼會做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太多的猶豫 我覺得就是對於未來生活 美好生活的這種願景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想法 我們都顧家 我們都愛家 他跟他的家人很好 我跟我的家人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種善良的男孩 可以依托 更重要的是 他說要 他還另外把他原來自己寫曲的 這首歌呢 改編 就以前叫做我生愛者 他就變成我生... 以前叫我生愛過 後來他就得從操就業 把他改成我生愛者 還強迫我一定要跟他去錄音 因為對象要清楚 免得我以後只能說 這不是我 這不是我喔 這唱的是楊海威喔 那因為以前是 我生愛過有點點悲情嘛 所以我生愛者 就是進行事 進行事 然後他說他會疼我像小孩 我覺得 對 化壓了 當我們兩個在選擇先生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都選擇了一個 像疼愛我們 像爸爸一樣的男人 他... 我爸爸沒有像他這麼樣子的 細細面 細細面 我比較... 家裡我是比較溫馨 但是你知道因為 愛之深 折之間嗎 對不對 他因為要照顧你很多 我覺得他講我愛你 現在我也愛你到老 而且我疼愛你像小孩 其實我覺得男女在一起 疼愛是比較多 其實沒有什麼害怕 女孩其實很好騙 就是你疼愛我就行了 你疼愛我就行了 這世界上也沒有什麼誰怕誰 怕都是因為我愛你 所以我才怕你不高興 我在乎你 對 然後兩個人在一起 價值觀非常非常重要 我覺得我們兩個可以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看你錄影 我們一起去找時間在一起 這是最重要 我覺得這都是很重要的 賺錢 生活 錢賺得再多 如果沒有生活品質 那是什麼 誰是陪伴你到老的那一個 她很聰明喔 她說 人家現在喜歡你 是喜歡你現在的樣子喔 你要想想看你老了 這個雞皮喝法的時候 我還在恐嚇 不過這是她真心的話 其實今天很開心看到小莉 更開心看到周先生 這個周先生和我呢 想把這本書送給小燕姐 妳已經很認真地看了我知道 我已經認真看完 但是沒有妳的簽名 她就不值錢 主要是我和周先生一起要建議妳 謝謝小燕姐 謝謝 這是妳這幾年工作的成績 來不及 謝謝妳們 謝謝 謝謝 謝謝